第三集, 回到香港了 第三集, 回到香港了 第三集, 回到香港了 是啊, 我終於回來了 北上了5年時間 都會說長話不長 也短也不短 即是積金需要自己在另一個市場 打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以現在看到江洋林 是不是已經披荊斬擊 全身都是一些傷痕 但其實這些傷痕都是寶貴的經驗 是啊 我會覺得這幾年對我來說的經歷 是有錢都買不到的 因為真的好像時間 環境 迫到我成長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現在 為什麼我選擇今年回來唱歌 是因為我覺得真的遇到很多事 一一都走過 也好像沒有事情再覺得可以難倒我自己 也沒有事情令我不開心不快樂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是我人生最好的狀態 最初去到內地的時候 其實那個心情是怎樣的 應該都蠻慌慌的 很害怕的 而且那時候我真的什麼都不懂 因為以前在舊公司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會有人幫你安排 或者談價前所有事情都不用你去想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怎樣開 也不知道開多少 以前好像總是出來 有很多人去保護著你 但當你身體走出來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要重新開始 或者去接觸這些事情的時候 幸好之前身邊 到現在也是 身邊其實也有個女生 一直陪著我 我們經常兩個女生 闖江湖 穿走過散 我們兩個 經常揹著一杯 自己漂流去哪裡 但很幸運 我覺得在內地沒有遇到一些對我們不好的人 大家都對我們很好 很疼愛我們 而且最初會害怕 第一步 在內地開始 第一步起 都會覺得 會不會遇到騙案呢 所以一直一直以來 這樣走下去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感恩 沒有遇到很不好的人 體力上有沒有試過 一個星期要去多少個地方 其實很瘋癲 在內地這段時間 因為譬如中間 我正在拍攝劇 講演劇 講演戲的時候 知道中間有商演 很開心 因為一有商演 你知道 除了可以唱歌之外 你就會覺得 那個月我可以很安樂 有時候真的 譬如我去到重慶的黃水鎮 這個地方是一些沒有機場 很偏遠的城市 一定要坐車去 可能在重慶機場 然後要坐五個小時 經過很多山路 去到這個鎮上 一收到電話 說廣州有個商演 我就會跟徒英講 給我半天時間 可以嗎 然後我請半天假 我會乘坐五個小時 然後乘坐飛機去廣州 唱完之後 同樣地的路程 甚至乎在中間 試過在青島拍劇 但是 去到美國 又是有一個登台 然後完全沒有睡覺 然後飛來香港等轉機 然後乘坐十幾個小時去紐約 但在紐約的時間 都不夠乘坐飛機的時間長 然後去到那裡 一下飛機就彩排 彩排完 唱完之後 立即趕去機場 但是 我都不知道我人生去紐約 可不可以我去過嗎 我完全都不知道 沒有見過 街道是怎樣 也沒有 然後就趕回去 回到青島 一下飛機就馬上排 如果用航海去形容人生 總有人一帆風順 但是你遇到的是 堅塘海浪 有人脫波逐流 你偏偏逆而上 即使是這樣 你說 你依然會一直盼望 前面有一座小燈塔 為你引路 迷夢與絲海 沉迷悲風堂 這次Vivian拔刀相助 在MV裡說說新的MV 小燈塔的MV 有什麼故事跟你分享 其實MV也是 我覺得自己 我那時候很不好意思 因為 在周圍敏姐姐錄完VO 在錄音室裡 我說周圍敏姐姐 我還有一個夢想 很情急 然後我說 如果 如果 如果你知道我苦衷 如果你知道我苦衷 不行 不要緊 然後我說 如果 如果MV有你 突然之間驚喜 現身最後的幾個鏡頭有你 我覺得這份禮物很大 而且很值得我一輩子去紀念 我覺得在同一個畫面 我可以跟我的偶像 即我偶像 同一個鏡頭面 對 我覺得是很夢幻的事 周圍敏姐姐又是 想都沒有想 好啊 沒有問題啊 我要穿什麼衣服 哇 然後我簡直覺得 哇 是不是在做夢啊 然後我真的跟她說 周圍姐姐 其實為什麼你這麼疼我 還有 我不知道我哪裡來的福氣 真的可以給我這麼多的愛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 她真的又是捉住我 雖然她的手很小 然後又很纖幼 但是她一捉住我 那個力量很大 她就跟我說 她說 只要你開心 我就開心 就是這樣 你抬起頭 其實 我一直都在 你見不見我啊 你的MV本身 可能還沒想到 邀請周圍敏的時候 是沒有她這個角色的 還沒的 對 那就立刻再開會 去想 周圍敏肯 那我們立刻就想一個角色給她 其實她那個不是角色 在MV裡面 我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很真實地發生 譬如 MV裡面 其實是說 當我在很無助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隻很神秘的手 推一杯咖啡進來 接著遇到大風雨的時候 又會有人被遮遮一個男孩 去幫我遮風擋雨 但去到最後 原來這個人 就是周圍敏姐姐 原來她一直在後面 默默看著我發生的所有事情 然後透過身邊的人 或者她自己 然後給我一份溫暖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來得很真實